岭南大学政策研究院的调查发现,近六成半的受访者表示未能免检疫通关影响收入,近七成人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三成人更因为这样而失业。 八成的受访者期待可以与内地尽快免检疫通关。 调查在今年的7月进行,访问超过1,200位18岁或以上的本港市民。 结果亦显示近七成人希望政府可以为内地港人提供医疗资助及开通远程医疗服务。 令到今次研究的领大副校长莫嘉豪表示,本港应该加强与内地各级政府的沟通协调, 为推进通关而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本港亦可采用先而后难的策略,优先讨论和广东省通关。 就会让大家看这些时间有点明连接别人。 他给大家看完。 好了! 好多久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